大家好,歡迎收看瞬間看獨贏 不知道大家選好馬仔未? 未選好不要緊,在這個環節中會跟大家說說 曾經贏過同情,甚至贏過的馬匹 在菊草是泥地,沙田夜泥不是菊草 是很重要的,為什麼呢? 因為贏過的馬匹是很容易走進三甲 尤其是在夜晚夜泥有個表現 或者是菊草有個表現,因為是晚上 所以大家都要用堅仔App 自己在Google App Store或者Apple Play Store 甚至電腦都可以下載 用這個方式,在這個節目裡面 就會用簡篩篩選的方法幫你記錄 有時候這些冷腳拖漏了,甚至乎買四連環 你就千萬不要漏掉它們了 還沒說之前記得,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手邊有顆四星龍珠,你按下去就可以訂閱了 立即帶大家看看這次第五場的3T次關 波仔簡訊心滿滿,都厲害了 因為他知道這些馬贏過 星夢帝國剛剛才贏,初跑這個路程即贏了 給他一個黃心,當然厲害了 聖異龍只是處女馬,我也不明白為何這麼熱 轉一轉這隻馬還沒贏過 反而街大開心,兩回合了 所以我用來挑波仔機都合理的 接著5號日輝王,暫時還是處女馬 當王後王比較新 信心滿滿這隻馬,其實就贏過兩次菊草1650 所以都給他一個紅心 但後面再看一些馬,黃龍司令就直接贏過這個路程 所以要給他一個黃心 另外8號龍寶寶直錄是贏過的 4班1000米 所以我們不是黃心,是給他一個紅心 竟然隔夜大熱,真的很奇怪 勝利多多這隻馬比較新一點 印水子就增情,立心 同日有4班千二五步,不知道是不是鬼上身 看高伯伸也不像 給他一個紅心,即管都算會跑泥地 另外麒麟這隻比較新一點,沒贏過的 翡翠劇院,魯馬,都是千二嘉懲上去1650 都照給他一個紅心 因為他始終叫贏過 日就月章就贏菊草1650 都一樣是照給紅心 你想一下紅心真的很多隻 起碼贏過這個路程,得星夢帝國和黃龍司令 大家都知道不會1Q翻 即是說什麼,紅色那些可能是冷卻 要自己想一下,這裡有這麼多隻 好了,節目時間差不多,我們明天再見,拜拜 再見 再見 感谢观看